你知道吗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而且是值得庆祝的日子 值得庆祝 对 我怎么今天都没听说 我跟你讲 今天是开学的日子 开学还值得庆祝 对啊 那些 听什么 学生们都可以背着自己的书包上学去了 我看你是幸灾乐祸 没有 我跟你说 我从小啊 学习又特别好 那些同学们都叫我叫学霸 女同学们都邀请我到他们家去给他们辅导功课 真的假的 刘畅 你真的很不要脸 没有啦 好啦 就算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灾难 你知道我这几天在网路上看到一个非常好笑的图片 真的吗 它是一张电影海报 然后你知道上面写什么吗 2013年灾难大片 由教育部推出 百万学生含泪三情演出 应该是一部非常非常大制作的电影吧 非常大片 名字公布一下 开学 不过好啊 虽然开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灾难 可是对父母来说反倒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对 放松的机会啊 就像那些新爸新妈一样 也可以送他们的孩子上学啦 万千眼光注视着的辣妈张伯芝在开学之际始终没有现身香港 了解张伯芝的人都知道 一向把儿子放在最最重要地位的他 每到开学时都必然会全副武装亲自节奏 如今张伯芝和儿子迟迟没有出现 让人不免认为他带着儿子路克斯移民加拿大上学的消息 已然是十有八九了 我什么都可以没有 我两个儿子向你真看 然后听听话话 对我来讲 你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 正如张伯芝所说 为了儿子可以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张伯芝近些年来不断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甚至有一种要淡出娱乐圈的趋势 就在开学的几天前 张伯芝带着两名爱子被拍到出现在加拿大的街头 母子三人在公园内游戏追逐 看上去大人小孩都玩得相当尽兴 也许是远离了被媒体追逐的香港 伯芝的轻松之情一于言表 看来张伯芝的幸福日子马上又要翻开新的一夜了 平日里的大忙人如今却有大把时间陪伴儿子 难道伯芝当真是要退出娱乐圈了 正当大家纷纷猜测时 张伯芝多年的贴身助手发布微博 坦言自己已经和张伯芝解除了助理之约 台湾地区的生活对我的身体比较好 所以就决定留下了 现在身在台湾地区主力帮范伟奇 作为张伯芝的资深助理 Andy Gaga已经陪伴张伯芝走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 如今张伯芝替Andy Gaga找好了夏家 托付给自己的好姐妹范伟奇 如此种种让张伯芝退出娱乐圈的证据越来越确凿 我两个儿子的爸爸他都非常的支持我 如果香港的媒体真的不帮助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不好的学习的风气的话 他也可以让我送我两个儿子去离开香港 是一个比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让他们有一个好好的学习的那个环境 出于对儿子的考虑 谢霆锋也支持张伯芝母子移民 但是独自一人留在香港的谢霆锋 内心应该是十分落寞的 就连生日也少了儿子的陪伴 让谢霆锋心里很是郁闷 即使跟儿子相隔万里 不过张伯芝和谢霆锋两人的这项决定 完全是出于父母爱孩子的一颗本能的心 也许移民加拿大张伯芝再也不用面对媒体的围追堵截 自己也可以大方送儿子上学 再给儿子做上一顿爱心晚餐 经历过娱乐圈的风风雨雨后 相信只要能让儿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才是张伯芝如今最大的愿望 新闻再见 总统报道